大家好,听懂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呢是一个春夏购物分享 超级激动的 纽约终于迎来了夏天 虽然跳过了春天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夏天要来啦 可能还想分享一下春夏 但介于现在已经这么热了 那我们就直接来分享适合夏天的一些衣服啊 包包、首饰鞋子 最近的买东西也是以一些精品为主 就是我买回去肯定会穿的 而且我觉得也是能穿个一两年这样子的感觉 不是说随便买来随便搭搭的那种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这是我身上的T恤 是来自Style Nanda的一个白色T恤 这一件T恤吸引我的呢 是它上面写的是Dream A Little Dream 自己怀揣着一些小小的梦想 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就好了 也是符合我现在目前的心理状态 马上就要毕业了嘛 也是处于一个从学生过渡到社会人这种样子的转型 我也得就是一步一步来嘛 是给自己买来做一个鼓励的 叫Dream A Little Dream 短袖是挺长的遮大手臂 像我这种肉肉的人 非常需要遮一下大手臂 所以这衣服还是挺显瘦的 然后它的长度呢是正常长度 但我觉得这样子穿就显得有些僵 所以一般会把衣服稍微稍微就是前面这样子塞在裤子或者裙子的里边 这样子会显得一个上身比较短腿比较长的这种感觉 这个T恤是同款的一个蓝色的T恤 它上面写的是Promise 意思就是保证 就是或者是一个承诺这样子的感觉 还是觉得蛮好看的 因为它那个深蓝色的底加上白色的字有一种 不知道给我那种保力来的感觉 就是特别医药公司或者胶片公司那种感觉 就还蛮好玩的 然后我就觉得挺不错的 然后就买了 然后这件蓝色的T恤呢 就比刚刚那件白色T恤的材料会薄一点 虽然是来自同一个品牌 料子没有那么好 但是也是一个很藏肉的设计 同样来自Style Nanda呢 我还买了一条不对称的这种半裙 它是这边有一个开叉 然后是一个不对称的设计 因为青豆其实胯还蛮宽 然后又有肚子 但是这一条裙子呢 它因为这边有这种褶皱的荷叶边 所以就还蛮好的修饰了我的肚子 看上去不是那么明显 然后这边块上也是有一些荷叶边 所以还蛮显瘦的这条裙子 我其实一般半裙很难穿出这样子的比较显瘦的效果 然后它其实还能有一个小金鸡是露一些腿 搭一个白色T恤这样子就还蛮好看的 陈夏天然后配一个小白球鞋就好 我之前在佛罗伦萨的时候也是穿过这条裙子 但是当时是挤掉的 所以我上面配的是一个白色的小毛衣 这一件是来自Hunter的雨衣 最近终于买到了很中意的雨 其实从去年夏天开始就不停地在找雨衣外套 但是看到的就是要不然就是材质不好 要不然就是穿不出那个感觉 直到我试到了这一件 因为它这件衣服做的是这种磨砂的设计 就是那种黑胶磨砂的感觉 比较有气场一点吧 街头小妹就是我 这个雨衣超级好傲造型的 而且真的是可以防雨 上次我已经穿出去过了下雨天 觉得还蛮好用的 它整个分量就很轻 然后叠起来也很小 其实放在包里带出门也是超级方便的 就跟雨伞差不多大小这种感觉 接下来就是三条裙子啦 就是到了夏天就是想买裙子 不用多说 一条上身的是一个碎花的果胸裙 来自Ganny Ganny是一个德国的网红品牌吧 最有名的应该是那个条纹的那种毛衣 夏天出这些小可爱的裙子也是蛮好看的 是一个白色网纱的感觉 然后上面有这种绿色蓝色的小碎花 我想的是可能这种裹胸的有腰带的裙子会显得我腰粗 因为本来是没有腰的人 但我觉得穿在身上就还好了 并没有显一个腰粗 很春夏 然后这边是两个垫肩 这两个垫肩其实我不太喜欢 我觉得我会去把它给拆掉 它底下是有一个荷叶边的 这种开叉的 这条裙子还有一个两穿的办法 就是里面穿一条裤子 然后你把它就是把它别在后面 然后露出裤子像是一个长板上衣这种感觉 然后穿一个小白鞋这样子的感觉 或者穿一个猫根的小高跟是蛮两穿的 要不然就是一个很女人的裙子 要不然就是一个稍微有一些帅性风格的 这种长上衣感觉 这是我最近买的 Simon Miller的小包包 有没有很可爱 它是超级小 超级小的 这个皮其实有一点很粗纹路的鸡皮 之后它上面有两个小环 我这支包是最小的尺寸 然后如果算我的手机是个plus 放下去其实不是完全能放进去的 除了放不下plus手机的话 其他手机都能放 那个iPhoneX也可以放 然后所有的那些小的东西啊 什么补妆那样 护手霜啊 唇膏什么的都还蛮能放的 夏天拿来配这些小裙子什么的 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太可爱了 这个小包包 然后就忍不住下手了 我觉得包越小越可爱也怎么办 还不错 我一般就是把手机都放在裤子头大里 然后带着这个包出门 说起包了就再分享一个我最近买的包吧 它来自Mansel D'Avril 这个包是在它之前搞的纽约的Sumple Sale上买到的 它当时特价只要200美金 这个包的款其实蛮早的 那时候我就觉得蛮好看的 那只不过其实它挺贵的 然后就没有买 然后那天在Sumple Sale上看到 然后就觉得200可以入手 它虽然做成一个箱子的样子 但是它的整个的检查还有颜色的配色都透出那种女人的感觉 就觉得自己是个优雅的Lady 我单身这条裙子的时候我就会配这个包 就好像小库主的淑女 这条裙子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质色 就是So Me 完全是给我量身打造的一条裙子 它是来自一个品牌叫Rose Resort 它们就是专门做这些度假风的小裙子 这条裙子这个花纹真的是太美了 大家看 爱到爆炸 然后它的下巴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那种很厚实的一个裙板 三股变大腰带 它可以拆掉 但是拆掉我就觉得不好看 然后系上呢 你也可以随便系 像我就是系两圈打的结嘛 模特呢 他会在后面打一个蝴蝶结 马上要去LA两天 我觉得会带我去穿 大家等着我的LA美照吧 嗨美啦 嗨美啦 这条裙子是来自JASMUNE 是我刚刚从MASH FASHIONS上订来 但是还没有决定要不要留的裙子 紫皱的衬衫裙 就是他们今年的拿手好戏 真的觉得太好看 太女人了 就是这条裙子是属于我在 我在那个他们这一季看来最实穿的一条裙子 其他的那种薄薄那种透纱的我真的没有办法穿 我觉得是个很有气场的裙子 就是隆重一些的场合可以穿 但是呢我又没想好 因为毕竟这个胸还蛮漏的 虽然我今天穿的内衣 是那种可以外漏的那种内衣 但是实在是还是觉得挺漏的 如果不穿内衣的话 它这样一动其实就很容易走过 就感觉只能站在那一动 就不太 大家觉得怎么样 你们觉得我要留下来这条裙子吗 法国的嘎纳 然后度假的感觉 配一个草包 这个草包也是我最近买的一个包包 然后它是来自哈域 专门做这种手工编织的包包 好像每个包包都是在越南产的吧 最近喜欢这种小小大的草包 就特别的海边了 那小的草包呢还是很可爱的 平常也可以用 就夏天嘛 还是需要一个草包来搭配一下的 如果你们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条裙子的话 都给我留言吧 谢谢 最后呢就是我最近买的鞋子了 这一双呢是我最近 真的是最近才买的 3.1flip fling的一双凉鞋 一字跟的凉鞋其实已经流行很多年了 但是我一直觉得 一字跟的凉鞋太正经了 这双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真的是惊艳到我了 它虽然是个一字带 但是它是用那种 丝绸编织的粗绳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它这儿呢 就是这边呢又有两根大的袋子 这样绑起来 就会显得比较随性一点吧 没有那么的正经 然后它这个银色的镜面 这种感觉也是蛮棒的 还有这个跟高也是刚刚好 就是不会特别累的一个跟高 走路逛街 我都我的脚就完全没事 这边也不会磨 这双鞋真的是超级喜欢 我经常穿这个鞋子搭阔腿裤 因为今天我是自己在录视频 所以拍不出这个穿鞋的效果 就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双鞋子是我最近 每天出门都穿着的鞋 它是来自 这个Malone Solier这个牌子 和Roxander合作的 就是Malone Solier 我觉得最近一两年特别火 就他们出的那个所有的鞋子 有两根细袋子 Roxander的那个品牌 就比较喜欢出这种粗袋子 然后再加上这种几何状的 这种小圆圈嘛 这严格意义上来说 不算是最近买的 这个是去年12月的时候打折买来的鞋 但是因为太冷了 直到今年春夏我才拿出来穿 它这边是个灰色的 然后有一些纹路感吧 然后上面呢是这种 上面是这种青色 然后再配一个金色的小圆饼 配深色衣服浅色衣服什么的 都还蛮好配的 裤装的话就特别的合适 然后像这个鞋 我会和这个包一起搭 因为都是有那个小圆圈 我最近很喜欢这种小圆饼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它那个根呢 有大概一厘米吧 所以不会特别难走 我不是今年也买了一些裙子嘛 所以我就说 要买一双鞋比较的女人一些 来配那个裙子 然后我就买了这一双 它是来自一个品牌叫Jagger吧 我是在Shopop上买到的 这双鞋就很像Pranza Schooler的 那个经典的穆勒拖鞋 但是这一双就只要100多美金吧 比起Pranza Schooler 我更喜欢这一双 因为这双更女人一些 它那个金属环 这双的金属环没有那么大 然后它的丝绒的带子 是做成了一个蝴蝶结的感觉 所以就更女人一些 然后也是这种尖头 然后鞋跟的话也是刚好能穿的 大概三四公分的鞋跟吧 这双鞋我就觉得特别好看 春天我基本上就被这两双鞋给承包了 一双拿来走路或者说配裤子 然后这一双拿来配裙子 好啦那基本上我最近买的春夏的一些东西呢 就在这里了 今天是一个人录视频嘛 所以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把所有的衣服 穿在身上去户外给大家录一些穿搭 那后续我应该会录一些小小的穿搭分享 可能会以Vlog的形式发在我的频道里 也可能会以图片的形式发在IG和微博上 如果没有关注我的朋友 请记得关注我一下 每个人都可以穿出自己的时尚 自己的美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 就请记得关注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まず咯 老子 这 先 感谢观看